歡迎收看《要財財經台》 來到發達廣場的環節 先介紹這幾節的嘉賓 來自我們要財證券研究部的高級分析員 陳偉聰先生 Jason 你好 陳偉聰 你好 先看看各地股市表現 先看內地 上證指數現在升不夠1點 2958點 而護森300指數現在升4點 3262點 而深圳城市升10點 12687點 而港股表現已經比內地好 恆生指數現在升156點 報23217點 而國企指數升109點 13030點 成家暫時有81億 其指升165點 23236點 高水12點 成家有4000多張 上一節 Liecole和Stan說了 不少關於和王方面的業績 不如我和Jason說說另一隻長實 現在升2.2% 125.2 問一下Jason 和王業績這麼亮 長實方面一定不會太差 評級方面你怎樣比 瑞信方面已經調高了 長實目標價到157元 評級是跑人大股 而高性方面 上條目標價到145元 大行紛紛都調高了目標價 問一下Jason你的意見 昨天長和系兩隻股份出來的業績 都非常令人有驚喜 和王剛才說了就不多說了 基本上這一部分就是長實 長實其實幾方便這樣看 第一方面就看它最主要的核心業務 就是香港本收過的物業銷售的成績是怎樣 你看得到長實方面 如果你純粹看2010年全年的物業銷售金額 按年升了6% 雖然這個數字不是特別高 但是因為本身在2009年和2010年來講 其實兩個年度的基數都是比較大的 所以意味著它的增長的幅度就不會太高 但是有些要留意 就是說去到今年其實都要預計 第一方面還有些什麼樓盤是會推出的 其實都還有的 第一方面就是講一些比較高檔的豪宅 包括在九龍塘廣播度1號 那個是一個大型的樓盤就即將是會預售的 再加上就說本身是預售的反應都非常之理想的 是大為名城的第二期 還有就是在馬鞍新方面的天遇海都是非常之賣得的 還有它很多這些的收入其實已經是鎖定了 因為由於本身這些的物業銷售的預售方面 其實已經去年的下半年已經是全部賣出去的 那爭罪就是上年未入賬就留到今年才入賬 所以我相信今年整體的物業銷售的增長都不會太差的 那第二方面就看回究竟李嘉誠主席 他怎樣看今年方面的樓市的發展 那基本上他都講到一些幾關鍵的說話 其實大家可以留意的 那第一方面就是說說如果是隨著通脹的 是持續高期那買樓自住的話就是絕對沒有問題了 那就是意味著他都覺得今年的香港的整體樓市方面 基本上是不會那麼快就出現一個爆破的機會 又或者那個樓價都還是平穩會這樣發展的 那但是第二方面他也都提到 就是基本上首期都沒有回到三至四成的話 其實事業業相對來說風險比較高一點 那基本上如果是這樣說的話 就比起對上兩年來講是為之審慎了的 那就是我自己對他的言論方面我的解讀就是什麼呢 就是說今年的樓市方面你說大跌的空間就真的不存在 因為基本上說國內的居民的收入繼續提升 他們不斷下來香港買樓 那第二方面就是說在那個負利率的情況下 仍然都是未改變的 那資金流動性那麼高呢 那對於香港的物業需求仍然都是大的 那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就說今年的樓價的增長可不可以保持到上年那麼厲害呢 那我相信去到今年來講我自己有少少保留的 那其中之一個原因就是說 本身政府上年的年都用了很多的政策 就是打擊一些地產發展商不讓他們建一些發水樓 那都令到他們就是整體那個是就是發展物業那時候的毛利率 可能都會有少少影響在那裡的 那再加上就說很多那些地產發展商 其實在之前那兩年呢 就是投地那個的就是進取性是非常之高的 以及都用了很高的價錢去到買一些豪宅的地皮回來的 那但是如果你說真的之前買了的地皮回來 去到今年真的推出去市場賣的時候 可能那個是銷售反應沒有預期中那麼理想的話 那對於地產股來說 都還可能會有一個不明朗因素存在著 那所以整體來說我會覺得詳實 那今年來說的話 差就不會說差的 那但是你說會不會像去年一樣 就是有一個急升的情況呢 我相信整體的機會比較微一點 那所以如果你說一個中短線的部署的話 我都覺得詳實應該都以一個叫做 叫做高沽低渣的策略去應付一個上落市的 那現在的價位就升了不少了 那但是我會覺得去到大概是128元左右 都已經會有一個阻力位的 那看到2010年長和是那個派息比率其實是下降了的 那他們主席李嘉誠也都表示 派息比率下降了 可以令到業務的發展是更加靈活 那符合目前那個環球政治的經濟環境 但是純新對業務中短期那個都是有信心的 那如果集團的盈利和派息高過通脹水平 他已經盡了他的責任 那我問一下Jason的意見 那是不是真的如他所說 派息比率下降對業務是更加好 但是其實小股民可能沒有那麼開心 那基本上只是派息比率下降 但是如果你只是說派息的金額方面是有提升的 所以你說對於這些股民來說 就未必太過關注他的派息比率是多少 因為基本上今年其實兩種股份的純利的增長 都是超出預期 所以就算你的派息比率 可能沒有預期中那麼高也好 但是你說實際的數字 即是實際你收到的利息方面 或者股息方面 都已經是比在之前預期中為高 所以我覺得其實今次的這個所謂派息政策 都沒有什麼大問題 好啊 那不如再說多一點點 其實我要問一下Jason 你有沒有留意到他日本方面的生意 其實多不多的呢 會不會說今次大地震對長王系 尤其是碼頭業務也會有影響 黃黃方面會有一點點 但是正如剛才昨天李嘉誠在業績發佈會議也說到 就說黃黃基本上在日本 業務是非常之輕微的 就算你說今次日本大地震 可能對於中日的貿易 或者是叫做中港的貿易 都可能會受到一些影響 但是其實對於黃黃的碼頭業務 那個是純利的影響 是會低於百分之一的 基本上其實整體的負面影響 不是說太大了 好啊 講起這場實 都會順便想起其他的本地地產股 一切看看今天的本地地產股的表現 看完就是12號 恆基地產現在升至2% 52.8% 而新鴻基地產升至1.74% 122.8% 新世界地產升至0.88% 13.82% 信和置業13.78% 升至2% 李嘉誠其實據言下之意 對樓市仍然有信心 那地產股方面你又怎樣看呢 如果你說他昨天都給予言論出來 都尚算是樂觀的時候 我相信短期地產股 都仍然可以看高一點 而且都留意說 其實昨天李嘉誠都說 都估計美國今年之內 都應該說不會加息住 如果你說他這麼有信心 覺得美國是不會加息的話 意味著負利率的環境 都應該還可以持續一段不短的時間 相信樓市來看 今年整體來說 我都覺得還是平穩發展 地產股現在普遍的股價 對比NAV的折樣方面 其實還有超過三成有多 所以你說這些位置買下去的話 我相信風險都不是太高 好 麻煩你 Jason 不如我們說一下 如果是地產股的話 我知道你一直看好就是新鴻基 目標是否仍然一致 其實去到這些位置 我會覺得都是比較抵買 說到現在大概120元左右 這些位置買下去的話 其實我覺得可以以一個中線的部署 先看股價上140元左右的位置 作為一個獲利的目標 這麼多地產股我仍然看好是十六 其次就是詳實 詳實始終有和王 如果越來越表現好的話 對他的股價都應該有支持 Jason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繼續有我們發達趕場的環節 繼續是我和Jason為大家主持節目 看到恆指現在越升越多 升近2882點 23342點 國企指數升近178點 13,099點 稍後再談